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哥 今天我就不放水了啊 那我就稍微认真点吧 我先到了 人呢 哥 哥 你怎么这么快 我才能准备好了 嗯 走吧 哦 对了 还有一件事 小贝 来 我办公室 哦 主编 是这样的 我觉得我们一直以来光打打杀杀 有点太直接了 所以啊 我给咱们人物增加了一条感情线 空降未婚妻 未婚妻 对 这个傅奶奶呀 在很多年前很喜欢一个小女孩叫做夏维 她当时就给傅子修和夏维订娃娃亲了 现在这夏维应该算是傅子修的未婚妻了吧 这个夏维在傅奶奶的措施下 已经住进傅子修的家里了 不过您放心 她呀 只是男女主的感情的一个助腿起跑灰而已 关键就是 关键 你这哪儿突然冒出未婚妻吗 你这坏的都是什么东西啊 不是 主编 我有我自己的考虑啊 你别再画这个故事 这一看就没什么希望的 不是 主编 你要觉得有什么不行的地方 我可以改啊 这是我最喜欢的作品了 你喜不喜欢跟我什么关系啊 我要是读者喜欢 你看 他们这上怎么去都不喜欢我 行了 别说了 李嘉 合同也快到期了 你赶紧回去想想别的故事吧 不是 不是 主编要不您再看看吧 我画了那么久的漫画 他一句话就想让我放弃 你凭什么呀 又被直接骂了 我真的就搞不懂 为什么老是找这种 什么都不懂的人来指挥我 我真气死了我 真的 这么久了还没习惯 实在不行就别坏了 那不行 我必须得做出一点成绩 我要让他们刮目相看 好了 今天今天不了工夫了 来 吃小龙虾 女儿 还是你对我最好 来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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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ueberry 干杯 那就是itas says 我 對 合同到期了 我的漫畫 為什麼我不能做主 煩惱 好 主编 主要呗 你真是个天才呀 现在全网都是下午的讨论 直接干到热度榜第一了 夏威 对啊 你赶紧去跟读者们互动一下 现在整个高速都靠你了 好的好的 我马上去 我都知道你能行 谢谢主编 行 夏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 夏慧 你怎么在这儿 别在这里装神弄鬼了 小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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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去一下 小维 小维 来人了 小枫 小马 不行了 来不及了 不行了 来不及了 小维 你这也太厉害了 联系上没有吗 都是因为你说这不行 那不行 你看 这一发布 马上就冲到榜单守卫了 还是一直不接电话 她是不是在准备找夏家 不行 得赶紧找到她 她 她现在住哪儿啊 这个 我跟她没什么交接 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吗 你赶紧去问哪 这到底去哪儿了呢 一整天不接电话 不行 我得去找 你谁啊 你干吗 你变得还别碰我 这应该我问你才对吧 你怎么出现在我浴缸里啊 什么浴缸啊 你谁啊你 不是 你到底在冒什么啊 夏维 夏维 哥 怎么回事 小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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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是小马啊 那你是傅子修 你跟我昨天晚上梦里长得一模一样 好帅啊 真的好帅啊 赶紧给我出去 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 这就是我的男主角吗 冷角分明冷酷又盛世 真是帅爆啊 我这一时代做了 不如做个美梦 给姑娘笑一个 你别碰我 梦里也能反抗 他还是好帅啊 哥 要不我们俩先出下来 你把他也给我带出去 你别碰我 没事儿 这就是个小蜜蜜而已 不要放在心上 回心下睡觉了 晚上不送 不痛 既然醒不了 那就换一种发发试试 你可以的 苏小贝 好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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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儿啊 好疼啊 好疼啊 什么声音啊 人呢 这么大呀 紫绣房间呢 怎么大呀 下楼也放进 下楼也放进 好疼啊 好疼啊 难道 我我我真的吹 怎么办啊 是心里来了 啊不对 我咋回去呢 好舒服啊 好疼啊 谢谢啊 好疼啊 我也不是个疯子 我是个疯子 啊 啊 喂 快递放门口吧 什么 快递 喂 不需要 谢谢 你说什么呢 我是奶奶 我是你奶奶 奶奶的 大嫂嫂嫂嫂睡觉了 夏威 夏威 奶奶 奶奶 早上好啊 奶奶 你那边好热闹啊 你刚刚跟谁说话呀 没有啊 哦 那是我听错了 奶奶你找我什么事吧 我就是想问你们俩呢 发展得怎么样了 都这么多天了 夏威 你没有欺负你呀 还行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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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用怕他啊 有什么事啊 你跟我说 奶奶会给你蹭腰的 行 啊 发就怎么样啊 嗯 好 再见 奶奶 这老太太看来又无聊了 你抽空得去拜访她一下 不这样呢 还是先睡会儿吧 哎 要不吃点早餐再走啊 都准备好了 我没有吃早餐行吗 没有 那就养成吃早餐的习惯行吗 你们正在干嘛呀 来坐下一起吃啊 不用了 好 我们出去等回去 你眼睛怎么了 怎么这么重 昨天没睡好 还是你干吃的 我看看 哇 肿这么大 你坐上坐贼去了 你 我给你敷一下 你别动 别别动 我给你敷一下 马上就好了 我知道我不该管您的私事 但是如果您不喜欢的话 可以直接拒绝啊 是啊 哥 直接把他赶走不就行了 奶奶年纪也大了 我不想让他老人家身前 可是你也该多为自己考虑啊 哥 终身大事啊 怎么能说住进来就住进来 这 太直接了 怎么什么东西都没有啊 人呢 怎么没人做饭呀 呦 你还在呢 有什么需要随着告诉我啊 我 反正我也不会听的啊 我饿了 什么时候开饭 你说什么 我没戴眼睛盯不见 你 没手啊 再坐着 是 好你个小马 看我不好好整理你 小马 原名马建华 你做的事情我可都一清二楚呢 你在傅子修那儿占了不少便宜吧 你在说什么 我提醒一下你啊 傅子修每一次的换季的衣服 你是卖了呢 还是卖了呢 我不知道你还说什么 这往小了说 是没多少钱 但是往大了说 这可算是盗窃呀 你怎么知道的 我没有偷啊 四位小姐 你饶了我吧 可以啊 那这就得看你的表现喽 明白 明白 都听您的 怎么样 菜品还可以吗 不行 我还叫别人话 马马虎虎吧 行 那你还有什么需要 今晚吩咐我啊 这次是认真的吗 绝对认真的 行了 那我去一趟 换一趟行走 商场 好 小马 这才是生活嘛 我好久没有这么开心了 对 马都不像少爷 每天都那么严肃 好 子兄 你怎么在这儿啊 干嘛呀你啊